有一位同修在观音堂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一位同修就让这位同修在家修新念经 不让他再来护持观音堂 结果这位师兄就连观音堂开义工会 和观音堂所有的活动都不参加了 请问这位师兄的做法是不是如理如法 就是叫他不要来的这位师兄做法 说如理如法的举手 说不如理不如法的举手 放下 我很感恩你们让我上了一课 我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人搞不清楚的 一个人做错事情了 他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 如果这个人做错事情了 他不惩罚他 那么还要地狱 还要地府 还有那么多的十八层地狱干什么 一个人做错了 该他受罚的一定要受罚 并不代表菩萨的慈悲就可以动人的因果 所以他做错了 惩罚他 不让他来 只要这个事情是他真的做错 他自己都做错了 那么不来 这是应该的 因为影响到其他人 但是问题 如果他自己坚持再不来 他是放弃他的毁命 所以他错上加错 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 对不好的人 菩萨想拉他 他就往地狱里掉 菩萨都拉不住啊 感恩师父 思维开始 那像这样的同修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再让他回心转意 重新又回到 记住了 菩萨都有度不完的众生 菩萨都有不能度的缘分 所以佛这么法力大 他都有 不能度无缘众生啊 感恩师父 思维开始 你们法国就这么一个华人了 你可以救他 给他一点机会 说不定他 每一天 好好的缓过境来 想通了 可以再叫他回来 但是在他没想通 还继续做出这种行为的时候 只有放弃 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能量 去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感恩师父 思维开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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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